谁也没想到,演员的头衔竟然只是他人生中最轻的履历 17岁那年就被北舞和上戏同时录取 年仅20就拿下了中国舞蹈领域最高奖项和花奖 单人表演金奖 他就是罗芸汐,一个颜值与才华并重的男孩 2019年,罗芸汐刚从上戏芭蕾舞专业毕业 因为出色的实力,中国澳门舞团高薪聘请他当老师 在澳门回归十周年时,罗芸汐还有信登上央视新闻 并被多次大特写镜头所捕捉 虽然那时罗芸汐还未正式出道 但他已经能够在央视新闻亮相 这是其他艺人难以企及的殊荣 然而,罗芸汐却一直很低调 如若没有粉丝挖掘 他的许多辉煌成就也可能默默无闻 但罗芸汐对此并不在意 而他的才华还远不止于此 作为摩西先生的主理人 他经常自制一些综艺节目 凭借高质量和新颖内容的小制作 曾赢得过视频创意大赛的亚军 虽然只是亚军 但比赛的冠军是姚妈出品的 而被人民日报亲自认证的罗芸汐 无疑是演员界的Top1 他甚至在少年时因为喜欢的游戏 听说直接去应聘普面编 自己并无偿制作新版的曲 他创作的21首普面编曲因为难度系数极高 卡住无数高端玩家 此后他的曲子甚至不用审核就被录用 因为作曲时使用的No名字叫做Dino War 于是人颂外号地神 除此之外 罗芸汐自己制作的个人 NV常常自弹自唱 他的专辑进入了Mobile18年度榜单 为了督促鼓励粉丝恋字 他还创建了西字如今超话 并成功地推广了这个活动 甚至他的汉字字体也已被收录到字库中 与其他演员大多使用CB配音不同的是 他的巨多数都是使用自己的原声 他穿汉服奖礼仪的视频片段 甚至被选中参加了2022年联合国中文日海外影像节 跳舞 演戏 配音 游戏制作 书法 不论哪个领域 罗芸汐的才华都让他整个人熠熠生辉 家人们 你喜欢又帅又有才华的罗芸汐吗 关注悠悠 带你了解更多名人故事